大家好,我是小明 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在課室一邊吃糖一邊看書 但是呢,我的課室就有點亂 有多亂? 就是...令人看不到書那種亂 不過我相信環境亂少少 骯髒少少 應該都是無雙大雅的 直到... 直到... 就是因為那位同學 沒有認真地處理自己的殘威 導致我身上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然後我就開始認真想 在學校這個地方 舒適地看書又不行 安心地在座廁上面排泄又不行 這樣下去不是路 我決定要早點改變 在那一次清潔的途中 除了發現清潔課室所帶來的樂趣之外 我也發現自己想要的其實不是看書和吃糖 而是一個可以給我舒適地做自己的班房 更加令我了解到校園的清潔 對一家學校來說是多麼重要 謝謝 謝謝 można不可以打開 好吧 好